首张黑洞照片即将即将即将要和大家见面了 北京时间4月10号21点整 全球GD将联合照拍新闻发布会 事件事件望远镜DHP宣布一下重大成果 与超大质量黑洞的照片有关 你们肯定在讲 黑洞究竟是什么样子? 拍到的照片意味着什么呢? 为什么要给黑洞拍照? 别张急,这些问题都已经在4月10号的发布会上向大家分享 为了让大家能有最大的收获 赶紧特别为大家奉上黑洞的赤瓜黑肚 大家在吃饭之前,不妨减快速议题一下 与确想黑洞研究有关的配品额料 早在100年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素产特提出 宇宙中所有物体都有扭曲空间和时间的能力 虽然物体也可创入精灵,在重力作用下 时空变形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宇宙本质上是一个纵维时空世界 但目前我们地球上的空间只剩下最简单的单位空间 如果我们想突破大外星建筑的单位世界 当选的方法应该是扭曲黑洞时空并且打黑洞时空 那么,黑洞究竟是什么? 理论上,黑洞是爱因素产广并将军队越岩存在的一种天体 它既有了超强眼力,使得光阶无法逃过它的视力范围 该视力范围称作黑洞的半径或称作世界世界 根据数量,天文学家将宇宙中的黑洞分成单位 恒星级质量黑洞,超大质量黑洞和中转质量黑洞 既然看不见怎么拍黑洞的照片 人类根本看不到黑洞 那又是怎么知道黑洞是真实存在的呢? 据据黑洞一次身后发光,才会推射光 很难直接探测 科学家们只能采用一些间接方式来探测黑洞 比如,观察机器盘和喷流 而在BHD项目起动前 生物学家们只通过各种境界的证据来表明黑洞的存在 主要有三类代表性证据 一是,恒星气体的运动扣了黑洞的踪迹 二是,根据黑洞精进物质拔出的光来看到黑洞的存在 三是,通过看到黑洞成长的过程,看见黑洞 这一次拍到了哪个黑洞的照片? 此次拍照的重点对象是两个黑洞 一个是位于银河系中心的人马座AE 另一个位于代号为M87的超级椭圆星系中心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目标 而不是银河系中最新的恒星级飞动 是因为它们的世界从地球上看足够大 怎么开出分辨率这么高的照片? 全球望远镜组成阵列严可观测 形成一个有效否定等于地球直径的大望远镜 这个精力的大望远镜叫做 世间世界望远镜EHP 由八台望远镜组成 分别位于美国、洛西哥、智利、法国、格林兰岛和南京 它们在2017年4月将全力的目标垮出一张大望 挠回海量数据,勾勒出黑洞的模样 2017年拍的照片为什么现在才公布? 黑洞照片拍起来难,起出来也难 虚拟的大望远镜陣列并非直接拍出了黑洞的比较 而是给出了许多数据,必须经历处杂的披充基础的过程 其中还有些宣誓或模糊的部分,需要科学家的拼图 因此,黑洞照片的充气用了约两年时间 艾斯本描述的黑洞是什么样? 大宗展中的黑洞是什么样? 真的黑洞是什么样? 期待答案机长的一刻